人生很多的夢想就是白日夢 一個鄉下小孩子在那邊種田了 怎麼可能會去蓋房子 真的有這樣的一個怪人 那在這麼有感情的土地 怎麼樣讓社區的人 跟這個社區產生感情 他就是把他的時間投入 把他青春的馬鐵都投入 他都不回頭了 夢想社區裡面 應該是有一個很多元的空間 很多人他的構想 然後也讓這塊土地上的人民 共同釋放出下一波段的活力 很多的藝術家一直在建議說 美國有一個這個Bernie Man 你一定要去 那我可不可以把華人文化 在裡面去做 那個想法一直放在心上 我就隨便丟一個話給他 結果他說他要去 我有聽到歐巴馬說 他不准他女兒去 我就很好奇 然後他自己才去歡書 到底Bernie Man這個事情是什麼 他是延續從西皮時代 發展成在沙漠裡面 重新創造一個城市 那一年他的主題是 台灣的媽祖 他真的蓋了一個建築 在沙漠裡面 我最喜歡他的一個 一切的手梗就是 The Burner Without Boulders Without Boulders 對 就是沒有邊界 就是燃燒的人 你就是要放得開啦 我如果搭搭去舞台跳啊 他都不會說 這個不要 這個不要 我去看Bernie Man 我看的是他們的自由創意跟解放 那我認為未來的台北 自由創意跟解放 它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大家都有這樣的夢想 我們就可以來共同創造 累積城市的夢想 就算了